文章来源,吴欧动画人空间 文章一起回忆下曾经的感动,宫崎骏对飞行的执迷,从她的诸多作品中都可见一般,就连吉伯利吹过撒哈拉沙漠上的热森,三个字也是充满了她对飞行的向往,而宫崎骏的动画片,不单单是给孩子看的儿童电影,其中也包含的环保、信念、成长等等或发人申请,或催人奋进的观点,使宫崎骏的电影成为了动画史上不可替代的一个符号。 宫崎骏不是说要隐退吗?2013年7月20日,宫崎骏最后一部动画电影起风了上映,9月宫崎骏正式宣布隐退,因为丙梁柱的退出,吉伯利工作室顺势解散,制作部门人去楼空,宫崎骏在起风了之后,认为自己老了,没有精力和体力再做长篇动画电影了。 当时唯一的活,就是帮三英级博力美术馆准备展览品,宫崎骏笑话自己说自己已经是一个领退休金的老头了,采访期间不断给采访者倒茶,看起来真的很闲,期间还出去喂了一下鸟。 但是,两个月后采访组再次来到宫崎骏的住处,这次宫崎骏谈到很多CG的事,原来在几天前刚刚见了一些年轻CG动画师,宫崎骏觉得有些东西怎么画也画不出来,但是搞不好能通过CG来实现,仅此而已。 这时候宫崎骏也亮出来了自己的草稿,就是毛毛虫波罗的企划,之后也联系了吉普利制片人林慕敏夫,正式把这个企划实现起来。 毛毛虫波罗的企划,毛毛虫波罗手稿五月份,主创团队集结,上图中第一个进来的是原吉普利制作,现IG所属CG工作室StevenSteven的董事,曾经是东芝衣店,空中杀兽纸片人石井彭燕,跟着他的是Steven新剧场版的人设,总作兼本田雄,倒数第二个进来的是本片的主要CG动画师鹰幕幽萍, 见面之后他们一起看了CG组作的毛毛虫波罗的3D模型,因为毛毛虫身上毛非常多,通过作画难以完成,因为每个毛都得画出来,所以宫崎骏想通过CG来完成,直到看到这个之后,据说当时,宫崎骏看了模型动作非常开心,觉得真可以把这个片子做出来,我就是不服老的男人,再搞一部动画,来看看当时的纪录片。 而且,宫崎骏前辈还要再导一部动画电影,2017年10月28日,宫崎骏公布,她最新一部电影的名称,将定为《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军生》,改编自日本作家及演员三郎,于1937年出版了的同龄文学作品。 这部电影,将讲述这本书《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》,如何影响主角了的生活,宫崎骏前辈说他们,大概需要3到4年的时间来完成电影的制作。 据悉,这本书还是不少中学要求学生去读的一本书《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》。 德元作是日本作家及演员三郎,以儿童文学作家的身份,在1937年于世界杂志上连载的小说《2017年日本漫画家与贺祥一》,将这本小说改编为漫画,并由M.A.G.A.Z.I.N.V.A.S.O.U.S.E.出版发行,《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》。 在日本百年读者最喜爱的一本书中排名第二,《仅次于下目数十的心》《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》,讲述了一位15岁的小哥白迷,在大学生毕业的舅舅思想启发与引导下,探索了友情、贫富、歧视、霸凌、人与社会、勇气等课题,借此理清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。 在传统价值观面临崩坏的现代,书中所提倡的身为人的基本品格特别令人动容,这本书,对于宫崎俊来说,也很重要,他在自传中收录了他读这本书时写下的独厚感,并表示这本书影响了他对世界的思考,无论处在多么艰难或残酷的时代,都要活得像个人。 此书的作者是吉野原三郎和献田和,至于复出原因,吉博利工作室的林慕敏夫,在一个电视节目中曾有所透露,他表示,宫崎俊决定复出,是因为他想为自己的孙子留下一部作品。 宫崎俊的这部电影是为了他的孙子做的,通过这部电影,他想告诉孙子,爷爷即将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,但他给你留下了这部电影,从这个角度考虑,宫崎俊这次选择的故事主题,也非常符合。 在今年年初,林慕敏夫曾表示,这部新电影将于2019年或2020年上映,赶在东京举办奥运会前,宫崎俊电影那些触动人心的台词总有一句你会记得。 风之谷1984,最远的旅行,是从自己的身体到自己的心,是从一个人的心到另一个人的心,坚强不是面对悲伤不留意滴泪,而是擦干眼泪后微笑着面对以后的生活,拜上信仰,去寻找属于你自己的国吧。 哪怕倾尽一生,生命是黑暗中闪烁的光,人类,就是一直在重复过去的道路,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,然后就由罪恶衍生出更多的罪恶,悲哀衍生出更多的悲哀,永远找不到出路。 天空之城1986我们的孤独就像天空中漂浮的城市,仿佛是一个秘密,却无从数说,谢谢你,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,龙猫1988同年时的一场旅途,是不是真的很短暂,距离缩短了,时间拉长了,我们迷失了,大声地笑出声来,就不再害怕了,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无法像孩子一样,肆意地大呼小叫了, 心里的小情绪堆积得像山一样高,直到一出来,与其如此,不如永远像孩子一样,生活坏到一定程度就会好起来,因为它无法更坏,努力过后,才知道许多事情,坚持坚持,就过来了,魔女宅集,连1989我们都是流浪的孩子,只希望有一天,我们能看到属于自己的城市,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,只有靠自己努力, 学会长大,学会承受,学会哭过之后,还可以微笑地拥抱爸爸妈妈,有些心事只能自言自语,有些秘密只能讲给朋友,有些痛苦只能默默承受,自己还是要靠自己拯救,真正的痛苦,没有人能与你分担,你只能把它从一个尖头,换到你的另一个尖头,一个人的时候,怎么过? 就算再难以承受,其实到最后我们总能走得过来,红猪1992不会飞的猪,就只是平凡的猪,爱上它,不如先习惯它,这里比起你的国家,人生好像复杂多了,一个人的初吻,是要留给最重要的人的,幽灵公主。 1997我们的生命太短,来不及见证那些遥远到令人恍惚的词语,比如天长地久,海小天涯,碧落黄泉,沧海桑田,所以,要活下去,我要带它走,到不了的地方都叫做远方,回不去的世界都叫做家乡,我一直向往的却是比远更远的地方,千语千寻。 2001很多事不能自己掌控,即便再孤单再寂寞,仍要继续走下去,不许停也不能回头,人们常常会欺骗你,是为了让你明白,有时候,你唯一应该相信的人就是你自己,曾经发生的事不可能忘记,只是暂时想不起来而已,人生就是一列开网坟墓的列车,路途上会有痕,多站,很难有人可以至始至终陪着走完, 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,即使不舍,也该心存感激,然后挥手道别,哈尔的移动城堡,2004,爱,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,而是学会用完美的眼光,欣赏那个并不完美的人,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,每个女孩子心里都有一座城堡,我一直在躲避,但我终于找到要保护的人了, 那就是你,因为爱你,只要你一个肯定,我就足够勇敢,悬崖上的金鱼公主,2008 爱是需要付出代价,爱是需要担当,爱是需要努力争取,爱是需要你为了对方而放弃一些事情,并改变自己,在两个人的世界里, 关他的风与雷电飞沙走时天崩地裂,只要能在一起就足够了,爱是旅程,彼此要好好的对待,因为要结伴走很长的路,信仰到底是什么呢? 就是纵身一跃,就是我们跟神之间,一个永远的约定,是舍弃旧的去开始新的生活,信仰就是从今以后,再也不要放开你的手, 起疯了,2013起疯了,唯有努力生存,再没有什么比幸福的回忆更防爱幸福的了, 我甚至觉得,与其说是我忘记了时间的先后,不如说是我们在重复着这相似的每一天的过程中,不知不觉的完全脱离了时间的掌控, 我以为自己这一生的光亮,就只有自己周围的那几曲,而实际上,就像这小木屋里的灯光一样,远比我想象的多得多,而且,那些光芒似乎并不跟从我的意识, 他们就像这灯火一般,物资在各处闪亮,将我的生命延续下去,文章来源,Woo动画人空间